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,AT&T公司今天宣布对T-Mobile的并购案,这个决定宣告了美国四大无线通讯商中两家合并,将占据全美四成的无线通讯市场。 小航报道。 AT&T宣布以390亿美元的价格从德国电信公司购买全美第四大无线通讯商T-Mobile,其中250亿用现金付款,其余金额则用AT&T股票支付。 此外,德国电信公司将拥有8%的AT&T股票权,并将有一名德国电信代表参加AT&T的董事会。 这次交易已经有双方的董事会批准,并将在12个月后起效。 AT&T目前有9550万的手机用户,T-Mobile则有将近3370万手机用户。 两家并购后将占据全美四成市场,成为无线通讯龙头。 26台记者,宅航报道。